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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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主题是 Supercharging your Jupyter and Machine Learning Workflow with Prime Hub 由斯友高讲者提醒主讲 那请大家和我一起欢迎我们讲者 好 大家好 我是高嘉良 斯友高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Supercharging your Jupyter and Machine Learning Workflow with Prime Hub 那 Jupyter 基本上已经成为 算是在做ML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 那近几年其实这整个Ecosystem 算是非常蓬勃的发展 那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绍 这个关于这个Ecosystem 以及这个所谓的ML Ops的相关的概念 以及我们的这个Open Source Project Prime Hub 怎么样在这里面协助大家更有效率的做事情 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的ID是CL高 那我其实过去差不多20年 都在做Open Source相关的事情 那我自己的一个蛮大的兴趣 其实是怎么样用工具协助大家 去互相的协助 collaborate 那甚至是不同领域的人 怎么样的collaborate 所以我在2003年的时候呢 做过这个在Git之前的 这样的distributed version control system 叫SVK 那后来当然大家都用Git 那在2012年的时候 发起了这个G0V 台湾临时政府 那希望就是说 用Open Source的模式 那其实让不同领域的人 也可以协助 也可以创造一些社会的影响力 那我目前的公司 是2018年成立的Infuse AI 和我的partnerHLB 大家可能认识布丁 那这个startup 我们在做这个MLops这个题目 我们目前大概有26个员工 分布在台湾日本跟印度 大概一半以上是 算是senior engineer 那我们今年加入了 国际的这个AI Infrastructure Alliance 那我们其实也在run 这个MLops的这个community 那我们大部分的东西 是open source的 所以就是也希望 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 那目前有一些 各个领域不同的客户 我这边就不多说 那今天的这个主要的几个重点 再跟大家先 outline一下 那我大概会先讲一下 讲一下关于这个Jupyter ecosystem 以及它在这个ML的这个意义 那再来是代入这个MLops的这个题目 那不管是Jupyter或者是说其他非Jupyter的工具 在这里面怎么样 比较好的互相运作 那最后我稍微介绍一下 Prime Hub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open source project 以及产品 怎么样在这个setting下面协助大家 那我想Jupyter 假设有在使用这个Bison 或者是这个ML 其实应该是都蛮不陌生了 那它的重点其实就是说 它是一个从Notebook开始 那基本上让你能够interactively去explore很多东西 互动式的去探索一些资料 或者是说做一些视觉化等等的 那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 它就是一个interpreter 就是REPL 但是有一个显示出来的样貌 但是过了这几年 其实已经越来越多 它所谓上面的widget 或是extension 可以让你做更多的互动式的事情 比如说画面上这个其实是叫做一个widget 那其实你可以就是说在这边调整这个bar 然后下面这个图案 就会做相对应的调整 根据你给定的这个input 所以基本上它已经变成一个 可以做一些互动式的一些工具 但非常多的使用情境 你其实是在做资料的探索 以及看看资料长什么样子 好 那所以我们看到像这样子的widget 以及其他的这个各种dashboarding的tooling 其实是based on这个 那因为大家已经非常习惯使用Jupyter 好 那所以开始有进一步的延伸 那Jupyter很很热门嘛 因为它其实非常accessible 其实你PIP install就可以开始使用 那其实还有很多它的不同的算是用法吧 好像ntax它是一个desktopapplication 那附带一体上个月才刚JupyterLab announced他们自己的desktopapp 好 所以其实你在desktop上面 有一个electron-based的这个Jupyter 那其实这个nodeboot的paradigm 就是说刚刚我们谈到 就是说可以很互动式的去探索资料 其实在VSCode 也有这个nodeboot的模式 甚至你也可以连到远端的这个nodeboot的 所谓的kernel去运作 那那Google啊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有蛮多的不同的services 也在web上面 也在cloud上面提供这样子的nodeboot的服务 让大家去使用这个大家已经熟悉的这个模式 去探索资料去做一些data analysis 好那这个在去年有一篇这个整理整个Jupyter的这个ecosystem的文章 我觉得蛮不错的 链接在下面可以给大家分享 那基本上它把它这个Jupyter ecosystem把它用两个轴向来看 就是说比较分比较偏这个分析类的探索类的 或者是要往production用的 以及另外一个轴向是说 我是在本机用的或者是on-print的情境下 或者是说我要更往cloud的去做的 好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这个这个蛮有趣的 传统的notebook 就是说一个一个单单一个notebook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Jupyter Hub是多人的notebook 好那以及在这个这个靠上面的collab或者是binder 是让更多人可以去使用的 那往production上面呢 这个不可不可一定会提到的 其实是像paper mill这样子的一个工具 基本上就是把这个notebook本来是 互动是一步一步执行的 变成一个可以一步batch去做的事情 好那paper mill这个事情是 这个应该是从这个Netflix他们其实在应该是19年左右吧 就是宣誓要把里面他们的所有的这个pipeline 里面的这些crump 这些job 好都基本上都尽量用notebook去写 为什么呢 因为你传统上我们跑一个job 然后大家可能error了就去检查有什么问题 但是用notebook的话 其实你每一个步骤 你可以看到资料从哪里来哪边有什么问题 好所以基本上它变成了一个跨部门去沟通的 一个很好的工具 所以你可以想到从notebook一个人用 变成是在团队里面 因为它的这个每一步的结果都可以显示出来 让大家有一个很好的沟通的基础 那based on paper mill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airflow 或是dexter这样子的pipeline工具 其实natively就是直接就support了 这个把notebook变成一个pipeline里面的一个步骤 好所以这样子其实是我们看到一个新的一个paradigm 好那当然这边还有一些其他的工具 所以stringly晚点会提到做很快的这个visualization 好那所以这些工具其实非常的蓬勃 那包括刚才讲到的还有widget 或者是说一些周边的tooling 像是mb9是做两个notebook之间的diff的 因为notebook的格式本身是一个json 然后它基本上不是我们看到rendor出来的样子 所以如果你把notebook放在github里面的话 其实你非常不容易看到这个diff 好所以你需要一些特殊的工具 所以这整个ecosystem算是非常的蓬勃 好那所以那接下来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jubyterhub 它其实算是一个多人的这个jubyter环境 好那其实我们最开始在做infuseAI的产品prime hub的时候 就是based on jubyterhub 那jubyterhub它其实算是一个非常plugable的一个基础 好所以它基本上算是说你可以让很多人 不管你有什么方式authenticate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plugable authentication 那这些login进来之后呢 就可以开启自己的jubyter的环境 好去做这个做他自己的开发 他自己的这个research等等的 那他在后来呢就支援了container 就是natively可以run在kubernetes上面 那所以每一个人的环境其实可以是固定的 就是说我大家共用某一个image 所以基本上它算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出发点 但是当时我们就发现 就是说他还有一些问题没办法满足 比如说你不同的团队想要用不同的image 不同的containerimage 其实是蛮复杂的不容易设定 所以我们后来就做了一些enhancement 好这边应该是要跳过 好那所以我想从这边开始 就是说大家开始在用jubyter之后 那接下来呢我们做了一些ML的这个事情 以后要把它放到production 好那其实挑战才刚开始 好那我们在这个2020年的有一个survey 就是说 哎其实所有的这个machine learning model 大概在做machine learning model的人 大概55%没有真的把它放到这个production 好那去年应该是会有稍微好一点 那另外呢则是说 如果就算你可以把这些model放到production 好那但是大概只有这个42%的人 可以在30天内做完一个这个run 一个iteration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在讲 jubyter是在强调就是说iteration非常的重要 你要快速的可以看到你在做的实验的尝试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基本上就是modern data scientist的基础 大家一直去看一直去测试 那可是到production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哎其实这个loop是断掉的是断裂的 好那所以这个这个就是我想我们在这两年代 想MLops很重要的一个一个想要解的问题 好那所以有一句话说 就是所有的好的这个data project 看起来都很像 就是啊有很棒的data 然后做出很好的model prediction ROI blablabla 好但是这个这个不好的data project 每一个失败都有不同的原因 好但是这边有一篇文章把它稍微整理了一下 好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这个risk 就是infrastructure 就是说你怎么样让大家是一个 有好的可以快速iterate的这个环境 好那所以我想这个可能大家都有看过 非常多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hidden depth in technical depth in ML system 就是我们以为ML code是大宗 可是其实它是这个small piece in a much larger system 好那但是我们在讨论这个MLops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是说当你有multiple project 在你的组织里面有多个project的时候 其实刚才那个问题会被更浮现更大 好比如说你前面必须要有更好的这个data ops across different projects different data projects 那这样子你才能够避免重复做很多一样的事情 那在后面呢你把这个model build出来之后呢 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 哪一个东西现在目前我们monitor的结果是什么等等的 好那但是这还不是full story 因为你做完这样子的model 这个可能你可能有一个API endpoint 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你还是需要一个跟user interact的app 那这个interact的app 你可能还需要做一些A-B testing 或者是说让user给feedback等等的 好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MLops的挑战 其实是非常的大的 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当然在software engineering讲DevOps已经好一阵子了 那但是MLops的概念其实还是有点模糊 大家都觉得很重要 那这个boundary在哪里 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好那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data scientist 然后data engineering ML engineering 这中间 以及其他的这些ops 怎么样顺畅的一起合作 那我们看到几个蛮大的challenge 就是说我们从notebook来 然后notebook我们刚刚看到有些尝试 PaperMill 然后这个dexter或者是Airflow 试图把它变成一个比较standardized的pipeline 但是这个目前还没有真的standardized 所以各种不同的做法 每一家都有自己做的pipeline的做法 那你跟Dev跟网production的这个wallflow 怎么样比较好的整合 那再来第二个问题是model deployment 我们不同的framework 转出来的这个model 每一种要deploy的方式不一样 API长的样子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你很难有一个unify system 去做不同的这些model的monitoring 好那再来是 就是说我们在做soft engineering 现在用git已经是正常的事情了 可是你想像在这个做一个data project 你有这些code 你有这些pipeline 你有这些原来的data 但是你大部分的时候 其实还没有一个好的practice 把所有事情都version好 所以其实有时候你会很难reproduce 上个月你做的很好的结果 当然这个问题比soft engineering 因为这个data is in the play 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些challenge 那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 在这整段做ML的流程里头 那我们可以看到从你要取的data 然后把data弄好 然后可以train东西 train出来选你要的model 放到deploy到这个production去 持续看它效果如何 我们看到这每一个步骤之间 其实你可以发现现在的这个最常见的方法 就是把一堆东西copy过来copy过去 好 either是这个这个notebook file 或者是一个directory of这个artifact 或者是怎么样 所以基本上这个是非常ad hoc 目前来讲 尤其你看到所有这些有箭头的地方都是资料流 那资料流的这个每一个地方你要串好 就是更复杂的 好所以那就是我们在做这个prime hub 这个事情 我们的这个infused data的产品prime hub 那其实最近刚好foundation上了嘛 那所以大家如果有看的话 就知道里头有一个东西叫prime radian 就是它可以做这个事情的预测等等的 好所以我们当时取的名字 其实是就是prime radian as a service 就是大家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做prediction的这个东西 好那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想要把这些步骤串的好一点 然后让不同的这些open source tool 其实可以更好的合作在一起 好那我们希望做的其实是一个open ecosystem 让这些不同stage 我们刚看到不同stage 可能你有需要处理data的 你有需要处理model的等等的 那都能够有一个好的interface 接接起来 好所以你在做比较大的这个 比如说一个比较大的organization的时候 或者是你的这个有多个project的时候 那团队可以更好的合作 那更好的管理这些非常diverse的这些tooling 好那分享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客户的案例 那这个是台南的奇美医院 那在covid-19期间 他们必须做这个急诊室流量的这个预测 那你可以想象就是说这是一个单纯的问句 这个明天或后天的这个急诊室大概是会怎么样 可是后面其实是非常多个machine learning model 你有这个什么样的人会进来 那现在在这个已经在急诊里面的人 每一个每一个人根据他不同的情况的 不同的风险的评估去做预测 所以你可以看到回答这个问题 背后已经不再是一个rule base的事情 而是非常多个machine learning model在后面 好所以他们做得非常好 跟不同的专业合作 他们AI team跟不同的专业合作 那但是过去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一旦要update一个model的时候 他需要五六天的时间 因为没有一个标准的做法 所以就是IT或者是不同的单位 他必须要coordinate 那这个流程是非常复杂 因为大家都不了解其他单位在做的事情 的一些技术细节 好所以一旦我们协助他就是standardize 用这个MLops的概念之后呢 更新一个model变成是一个小时的事情 好那所以我很快的就是介绍了 那就是说这个Jupyter以及他在这个MLops的这个 算是他的地位 他的重要性之后呢 那我很快的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Prime Hub在做什么 那怎么样让大家的这个平常做的事情更简单更容易 好那首先就是说 Prime Hub其实是一个multi user的这个ML的环境 所以你如果只是一个人的话 好那有一些好处就是你可以maintain你的这些stacks 或者image更简单但是真正显示出好处其实你有两个人以上 好那我们现在大幅的让他比较容易的安装 那这个Prime Hub在GitHub上面可以直接找到他 那你也欢迎大家帮我们start或者是给我们trial一些feedback 那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大幅的简化到他的安装 那我们有一个这个oneclickinstall在这个one.primehard.io 那这上面你可以选择安装open source的CE版本 或者是我们的enterprise版本的trial的free trial 那基本上你只要按下去之后 他就会就是在你的AWS account里面 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建起来 那他的实作方式呢是在用AWS CDK来实作 那这个report也是open source的大家可以参考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是现在可以试试看 那我们等一下也许在getter time或者是就说在pycon的期间内 大家有什么feedback我都这个非常的想要跟大家这个互动 好那所以我就说安装这些machine learning tool 其实通常都是最复杂的事情 所以我们先让它变简单一点 好那装完之后你会立刻看到就是说 你的这个你有一个这个算是一个landing page 你可以进去去选择你要开什么样的这个就是instance 你要开比如说有GPU的没有GPU的 那你要使用的image是比如说pytorch或者是这个tensorflow 好那我们做了蛮多的这个group的控管 就是说你可以去invite别人进来你的group 那你可以限制就是说这个project最多是用多少的resources等等的 好那在cloud的环境的时候预设我们就把autoscaling做好了 所以就是说你当你开这个机器的时候 CPU或GPU的时候它会再来autoscale 那idle的时候就会把它关掉 好那同时我们做一件事情是把这个team share file built in在这里面 好所以你的top level menu 就会看到一个share file 那在我们刚刚这个one click install的case里面呢 它会帮你把一个s3的bucket绑在上面 好所以你就有一个跟你的team共用的这个share的folder 那这边你可以直接upload 那这个东西就会直接出现在你的这个jupyter环境里头 好那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参加这个jupytercon 有跟好几位就是说也在做类似事情的这个算是project吧 有一些是open source 有一些是某些公司internal的这个算是他们的jupyter的这个infrastructure team 有在聊到就是说大家到底需要这个团队使用的jupyter有什么功能 好那大家都提到就是说其实他们最需要就是一个共用的空间 share file不管是放data或者是放你的snippet 你的某一段code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很容易的share给大家 所以我们把这个building在这里面 所以upload之后在notebook里面就会看得到 好那我现在接下来就会介绍几个 就是说我们不管是从客户或是community 我们得到就是说其实大家平常在用比如说是用这个 就是说原始的jupyter hub会遇到的问题想要解决的问题 那我们在这边怎么样把它直接把它简化做得更好 好那第一个是要把这个ml stack这个customize 就是说你要安装额外的package等等的时候 那这个怎么办呢 好那基本上问题就是说你当你的data scientist需要装某一个套件的时候 那他可能是要在notebook里面用 可能是要把它放到这个training job里头用 但是这时候你就会 就是假设你是run这个system 你就会跟他说你就build a content image 然后就这个在里面pip install你要的东西等等的 好那但这个时候就是data scientist 好我要学docker file吗 我要这个知道要push到哪边吗 然后我要怎么customize我的这个team 大家都可以用这个东西呢 所以就不会做这件事情 所以大家就会看到notebook里面很多的 就是进化好pip 基本上就是要用的时候再装嘛 好那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要怎么办呢 我们在这个prior里头呢 我们就让这个group的每一个group的这个admin 你有admin权限的时候 你就可以customize 你这个group里面的member 可以用的image长什么样子 好所以你选择一个base image 之后呢你就可以说 譬如说我要装这个anti-gravity 好那装了anti-gravity之后呢 他就会开始build 好你就说我们正在build这个新的这个environment 你可以看他的log 所以你不需要去写data file 不需要去知道你要push到哪里 好那以我们刚才这个oneclickinstall的这个例子而言的话呢 我们其实把你的这个AWS的ECR都设定好了 那ECR的这个credential是非常的复杂的 所以你真的要自己做的话也可以 只是非常非常的麻烦 好所以一旦设定好之后呢 那这边以oneclick的install的这个例子而言 这边就会push到这个你的ECR里面 好那所以再来就会出现在你的这个主选单的画面 就说你刚才build的这个image 是大家都可以用了 只要是你这个team里面的人都可以用 所以都会有这个anti-gravity的这个package 好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试图让这个 就是data-scientific他做事情更容易 不需要去学太多他不需要知道的knowledge 比如说Docker file 好那所以我们其实最近在也在重新review 这个需要customize这个ML stack的这个需求 所以那在就在上个礼拜 我们也才做了一个新的这个 算是container image builder的helper吧 是一个standalone的electron的application 你就是可以会出现像刚才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只是说你不用装这个Prime Hub 那是在local你可以自己 就是说像我们这样子选一个image 然后对它customize 就是说你直接去build的一个image 然后push到你的Docker Hub上面 好所以我们接下来会release这个东西 这个tool让大家去使用 好那第二个我们遇到的问题 就是说诶 notebook很好 但是我们想要try 比如说hyperparameter search 或者是说我想要改一个参数 去让让看的时候怎么办 好那过去其实大家会试着 就是说notebook跑完之后去改那个cell的内容 然后再跑一次 好那这样大家的问题就是说 诶这个记录很难被储存下来 你必须手动的去这个看看到底 每一次的结果是什么等等的 好所以我们基本上就在想说 诶那我们既然在cloud上面 那我们有办法把notebook就是说 比如说parameterize 好就是说把一个参数从1到10 每一个都跑一次 都送成一个job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遇到一个问题 诶 software engineer就是说很简单 你就写一个loop嘛 然后就把这个job丢出去啊等等的 可是对data3其实来说 诶我其实我已经写好notebook了 那我其实不想要去把它整个 重新全部改写成python的这个roll script 或是改成包成一个library等等的 好甚至说我做完之后 诶我如果要放到container上面 变成container image去跑 然后或者是我要submit job 这个我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够package它起来 好那其实这个也是中间一个很大的断点 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一个notebook里面 加了一个extension 所以这个by default 在刚才比如oneclick 或是primeheart里面的这个notebook 都已经装好这个extension了 那如果你是自己要装的话 可以从pipinstall这个extension 好那在这个选单里头 你就会看到就是说 诶我可以submitnotebook as a job 好那所以你这边的这个hello world 就会被变成一个job 丢到这个primehub的cluster上面去 然后它会另外安排一个resource去跑它 好那所以一旦点下去之后呢 它一样它会让你选 你可以用的这些instance type 比如说是cpu的或是gpu的 然后你可以parameterize它 在notebook里头某一些参数 某一些参数你可以说 跑这个的时候把它overwrite掉 好所以你可以用这个做这个hyperprimehub的search 好那送出去之后呢 就给你一个link 那这个link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job跑的结果怎么样 它的log 甚至它的artefact 好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 让这件事情也是更简单 就是说 用我们刚才这个parameterize的这个功能 好那你可以基本上就是说 我要的这个比如说learning rate 就是有送几个不同的版本 看看效果如何 好 那在这个job里头的结果 我们其实除了artefact 也可以看到这个它的resource用量 就是说假设你今天在做一个ML training 然后这个你要了gpu 可是没有真的用到满 可能是因为IO或者其他的问题 你就可以在这边看到它的这个resource的用量 好那我们刚讲的都比较是这个环境啊 training啊等等的 好那但是我们刚刚衔接到这个 这个ML ops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 当你的这个data经过code 变成model的时候 这中间这个experiment tracking 或是model registry 要怎么去管理 好那所以 因为你必须有这些东西 你才能够说告诉这个 要去operate这些model的人说 好现在换成这个版本的model 好那所以 基本上我们有一个需求是需要去track track这些experiment 但是 就说 你若告诉data算师说 你要改一大堆东西 然后 你要每一次记录下来 或是写在一个spread sheet里头 其实这个是非常的困扰的 因为 跟他们平常流程是不一样的 那再来是说 我trick好一个model之后 我要怎么package起来 变成什么样的格式 大家要讲好是什么样的interface 才能够放到production去 好那这个就是一个 目前非常混沌的一个地方 不同的framework有不同的包法 有人写自己的flexserver 有人这个 就是 可能用cloud的某一些服务 那所以基本上没有一个好的标准 好那所以我们在 在试图去 解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第一个是说 好我们怎么样有一个 这个model registry 我们tren出来的model把它 就是说记录下来 然后不同的版本 它到底是根据什么样的资料 根据什么样的这个code 去tren出来的 好那所以我们做的 我们的做法呢 其实是去integrate MLflow 那MLflow 那MLflow是一套open source的这个 experiment tracking and model registry 的一个 或是model tracking的这个 这个一个服务 好 那我们基本上 待会会提到 我们有一个apps的功能 你可以在这个你的primehub的这个team的里头 跑不同的app 然后把它就是preconfigure好 给所有的这个user去用 好那所以我们在这边做的 这的一个整合 就是说我们 一旦你把你的 这个team的MLflow的instance 设定好之后呢 那这边就会变成你的主要的model registry 好所以对user而言 他在training的时候 只要加上一堂autolog 那基本上这些 他tren的这个结果 这个参数啊等等的都会被存在这里面 所以他就自动有一个地方记录这些事情 好那一旦进去之后呢 那每一个版本的这个model 其实我们有一个shortcut 就是我们可以deploy这个model 好那deploy这个model 那基本上你可以选择 是一个existing deployment 就是你本来已经有一个API endpoint了 然后你就是把它更新上去 或者是你可以create一个新的deployment 所以这个deployment 我们其实就是说在 就是说在 他跟model是不同的概念 model基本上就是tren好的model deployment是live 可以被serve的这个API endpoint 好那我们刚刚一直提到就是说 这个deploy的 model deployment 其实没有一个很好的标准 那我们试着就是去用 看现在比较好的open source 比较被大家认可的open source的方式 去做这个所谓的prepackaged server 也就是说deven一个tensorflow 或者是pytorch的这个model file 那基本上你把它指好 把它放在 比如说这个我们的这个storage里头 然后你把它指过去 或者是刚才我们从mlflow的这边 它自动就会设定好了 所以你只要指过来 然后它自然就知道说 你是哪一种东西tren出来的model 那东西这个model file放在哪里 那基本上就可以把这个endpoint建出来 好那所以基本上to recap 就是说因为为什么要用mlflow呢 那因为就是说 你不同的每一个不同的这个framework 都必须要有一些tracking的support 那所以mlflow它已经做得很好了 基本上就是one line 加一行one line就可以autolog 那再来就是我们把mlflow的server 放在这个prineoutapp里头 那我们就可以让这个 我们的每一个team 他们可以自己create自己的mlflow的这个instance 好那mlflow虽然它是open source的 可是你要operate它其实是蛮麻烦的 它的assesscontrol啊或者是说 这些它的artifl要放在哪里啊 所以其实我们有做过一些访谈 就是说有一些单位它比较大 它就会专门有一个dedicate的team 它就是管这些mlflow或者是其他的infra 给不同的team去使用 那mlflow基本上就是在那里 然后你可以用 但是要维运它其实是蛮麻烦的 好那第三个就是说我们把这些 刚才提到的常见的这些flavor 常见的这些framework圈出来的model 都有相对应的prepackagedserver 让它可以直接被变成一个API endpoint 所以你就不用自己去写一个小的flexserver 然后去就是做这些转换啊等等的 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一个app的概念 其实是我们也是今年在进行的一个 希望把pringhard变成一个open platform的一个概念 好那我们遇到的这个challenge是什么呢 就是说data scientist 就是说它会想要试用很多不同的data tool 不管是从labeling或者是要visualization等等的 但因为这些tool就是可能对应到我们刚才的这个 这个mlflow的每一个stage 那每一个stage都开始有很多的新的这个innovative solution 那这些tool其实要尝试它就是需要花一些effort去setup起来 然后你也很难去就是说把这个team member这些等等都设定好 那所以基本上我们在想的一个做法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大幅简化这件事情 让这些apps它的这个data access啊 team access啊这些东西都preconfigure好 所以你基本上只要去选就是说你要什么东西 那就可以很快的把这些东西串在一起 好那所以我们做了一些实验啊 就是说我们待会会讲的就是说一个是labelstudio 那它是一个open source的这个data labeling的tool 那它其实也它蛮专注在做data labeling 所以我们刚看到就是说这么多stage 那其实做的好的就是大部分是专门做一个东西 它只才能够做的比较深入 所以它现在已经支援应该是说image啊video video好像还没快要了 image啊audio等等的labelingtool都可以做labeling 那所以一旦你装起来之后呢 那基本上它就会给你一个这样子的这个 你可以把data set configure上去 然后就让你去label 比如说这个螺丝是好的还是坏的 好那所以在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documentation site里头呢 有一个overview 好让大家可以follow就是说这个螺丝 我们从这个如果你要自己label的话 然后到怎么样train出来 然后把这个model放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刚才的deploy上面 然后用这个shrimly去做它的frontend 然后用你就可以upload一个新的螺丝的图案 看看它的效果 看看它是被判断是坏掉的螺丝 好所以这个apps的概念其实我们在试图整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mlflow 其实一个方式也是说你可以用这个app 直接run在你的team里面 那run在你的team里面之后呢 你的所有的teammembers都可以看到同一个mlflow的instance 好那我们做了一些ACL的设计 就是说你可以选择就是说你装起来的东西是share给你的teamonly 或者是说整个这个primehub上面所有的user都可以看到 或者是甚至是publicly 所以比如说你可能想要做这个streamly的visualization 利用streamly做visualization 那像右边这一个就是把这个uber的这个datavisualize出来 那这个streamly是一个很棒的工具 即使你可以很短的几行code 就可以做到这样的visualization 但是你要share这个result呢 其实是蛮麻烦的 那所以在我们这边其实你就可以把它变成 包成一个streamly的app 然后你可以选择它的assets scope 是public share 或者是像刚刚讲的是给你的teammember 或者是给所有的这个primehub上面的user 那所以基本上我们希望就是未来有更多的这个 不同的data tool vendor 我们跟大家一起合作 看怎么样把这个ecosystem变得更好 那这些问题其实是说这些不同stage之间的apps 怎么样把data有一个好的这个common的方式去传递 好 那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做的几个事情大概如上 好那我们这个比如apps其实它后面呢是一个 我们算是我们可以define一个template 好那目前这个应该是我们的github上面有一个 awesomeprimehubapps 好那每一个app其实你就定义它的template是什么 所以我们在从每一个team去create的时候呢 这个template就会被变成一个真正的这个 这个gubernetes上面的一个deployment 好那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让就是说去authoring这些tool 跟把这些tool变到放在你的group里面 让你的groupmembers的assets变得更容易 好那所以in conclusion我们大概在做的事情呢 就是说我们让不同的team 不同的data tool能够更容易被串接起来 那举个例子就是说假设我们刚才这个螺丝好了 那我们可以在我们这个project里头create这个labelstudio的这个instance 好那就可以就可以做些labeling 那labeling之后呢那这些label好的data 就会在整个team里面被share 大家就可以直接拿来用 好那这时候train好的model呢 我们就会把用mlflow可以track起来 那你也可以从这边deploy到这个model去 我们是用seldon 我们刚刚提到这个grouppackage的server 那再来你可以用stringlead去share 就是说我们根据这个model做的prediction 或者是各种frontend 你基本上可以很简单很快的用stringlead去显示出来 那所以基本上这就是我们一个use case 就是说把每一个不同的stage 其实我们用就是这些stage里面 各种不同的tool去把它串在一起 那我们看到这个趋势就是说 会有越来越多比较specialized的data tool 不管是for specificdata type 或是for specific的这个use case 那所以这些data tool会越来越多 那怎么样让这些data tool更好的串接 更好的我们把它orchestrate起来 所以我们在想的一个概念就是说 叫做ML orchestration 怎么样去串接 怎么样去让这些tool更好的整合在一起 好那我们在最前面提到就是我们很荣幸在今年加入了这个AI Infrastructure Alliance 那目前大概已经快要有30家大大小小的新创在这个里面 那大部分其实应该我想我们可能是在亚洲唯一的吧 那大部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seed level 就是seed stage的funding到这个series c的都有 那也有就是也刚被这个data robot并购的阿葵三米 好那所以我想这个infrastructure在做 infrastructure alliance在做的事情呢 其实就如右上边这边写到的 就是我们希望有一个这个canonical stack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现在这个其实是百花起放的时代 那怎么样让这些tool更好的互相连接在一起 然后你要解特定问题的时候 是selection of certain tools 变成OK这个就是比如做time serious的 那其实你有这几个东西接在一起是最好的一个practice等等的 那所以我想这个里面有蛮多 接下来几年有蛮多有趣的机会 那我们也在这个里面就是算是扮演我们的角色去努力 那也试图让这些tool 我们扮演这个orchestration的角色去让它串得更好 那这个infrastructure alliance有一个算是blueprint吧 那基本上大概大致的讲就是说一个这个ml system 大概会需要的component是哪些 那我们刚看到的这些startup 那每一些人可能都有些的守备范围 那像我们自己这个做的其实就是说 浅蓝色是我们做的 那浅绿色是我们用sirparty的这个tool 那我们用apps的概念去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所以基本上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那我想今天差不多可以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好不好意思 前面有点事故 所以我们加速了不少 好那最重要的是跟大家讲说 我们还在持续的hiring 那现在主要是hire software engineer 那这个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这个jobs.infuse.ai.lo看看 那我们的member handbook也都是public的 那所以就是希望有机会跟大家互动 好那接下进行QA时间 那我们先看第一题 那第一题是可以说明一下实际建置primehub底层使用哪些语言开发 采用哪些核心技术吗 OK好 primehub的底层使用的核心技术跟使用的语言 那基本上golan跟python为大中 好那底层其实大 就是说最底下当然是kubernetes嘛 那再来其实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这个controller 然后controller lego大部分是go写的 那就是说一个重要的component是我们刚刚讲的based on jupyter hub 好所以就是说让多人可以使用jupyter的这样的环境 那这个部分主要是python 好那基本上因为我们大部分东西是open source的 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在github上面看到 好那除了刚刚讲的之外 大概前端react比较多 然后就是中间的沟通大概graphql为主这样子 OK那先下一题 好那谢谢分享 那请问这些nl相关的功能使用 在效能上主要瓶颈会是在哪边 以及实验室在使用上面会需要注意哪些地方呢 OK ml的工具的效能的瓶颈嘛 那或者是实验室在使用要注意哪些地方 这个其实有点不容易回答 因为要看不同的use case 那我想不过实验室的话我们遇到的比较是 所以假设你是就是说要unprint的环境的话 那resource contention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因为你可能就是有这么多的这个机器或是GPU 要给比这个东西数量更大的人去使用 好那所以我们其实最开始在设计primehouse的时候 其实是要解决这个我们最早的客户 让工智慧学校的问题 那它有很大的这个一个cluster 但是它有更多的学生 好所以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group的权限可以设定好quota等等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算是蛮unique的一个地方 但是当然在cloud上面的话 大家的使用情境有点不一样 它比较不是因为受限 而是说想要做一些这个billing上的控管 以免你的这个账单爆掉等等的 好那至于这个performance的这个bottleneck 其实我想trending code可能还是大宗 因为其他的都不会是说run 需要run很久的东西 所以我想这个可能要看实际的这个场景 所以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在discord sorry 在那个pigata上再来聊 谢谢 好谢谢 那这可能是最后一题了 好 那在演讲中分享的apps 像是Streamly或者是LabelStudio 是否一定要在AWS上面才可以access呢 没有我们这个CE自己安装就可以了 好 就是我们有很多个安装方法 那现在one click on aws是最简单的 因为你不用去设定任何东西 好那但是这个功能就是apps的功能 其实是在我们的CE都 你自己安装的话也会有 好就是可以自己去create这个apps 好 那这个功能就是在我们的CE都 由于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一层就先到这边 那